重點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在那個地方這個按下去這邊有記錄 把資料記錄下來那在記錄的時候第一個先 開始SS 然後建立什麼呢建立一個新的資料 資料庫 資料庫部分建立的方法我想我前面講過我就不在贅述 這裡面的話有六個欄位所以呢 前面兩個是文字 後面四個是數字那最後把它儲存我儲存名稱叫保險 好了這個保險 再來的話請建立一個查建立一個使用設計簡易檢視 建立新查詢 那在這邊點一下c code請你直接在這邊打一下 insert into保險 這六個欄位 value 特別注意喔 這個比較容易出錯就是 如果你是姓名你是姓名跟姓別他是數他是文字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有沒有 請你在 文字的前後本來應該加雙引號 可是雙引號被用掉了 所以c code呢退而求其次 就用什麼用單引號來代替 所以呢c code語法裡面的字串都是單引號的 所以這邊特別說單引號開頭 單引號結束 逗點 單引號 單引號 那把這些訊息 輸入上去之後你 按一個驚嘆號 如果呢會出現新增一列 並且按確定之後的話呢可以在資料表 出現一筆資料的話 表示你的 insert的語法沒有錯 沒有錯之後呢 一樣的方法 再做一次 我們剛剛的東西 所以喔 你可以稍微改寫一下 那我是在那個comment button上面 記錄地方有沒有 call什麼呢 把剛剛的程式call過來 call利用新增資料 那我會要需要傳 因為有六欄 所以喔 會有六個資料 那六個資料呢 分別放哪裡 因為我這邊跟前一個範圍點不太一樣 我是 先放進去 再放進資料庫 會有兩個階段 所以我要取得sales裡面 現在 現有的 我會的 我們可以 打